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待会儿到立法院才会最后有结论 但何景荣您 何老师您身为民众党创党元老之一 当然现在好像民众党只要创党元老都已经不在 可能都待不久的感觉 也都不在权力核心了 那你怎么看这个事件 那为什么你会认为 我跟你聊的时候认为说 其实民众党恐怕一席招位也拿不到 那我觉得基本政党之间要合作的话 我们要礼尚往来嘛 但是如果你今天国民党只是单方面的 把招位让一起给民众党 可是我们目前来看 没有看到民众党有任何 口头上真的愿意回馈 释出任何的善意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合作 是进行不下去的 尤其是各位要知道 以柯文哲的个性 柯文哲是非常强调他的手术刀逻辑的 什么东西能够拿来用 用完就用不到就放旁边 甚至就丢掉 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柯 柯文哲做人一个原则 换句话说 如果这是国民党礼让的 以后如果国民党跟民众党讨这个人情 民众党一方面不会有什么人会礼 二方面柯可能会说 这个是林国陈让 不是我让的 对啊 更何况大家想一件事 就算这次假设让给了林国臣 因为林国臣人和还不错嘛 让给林国臣 可是问题是民众党也说了 要团进团出 那如果林国臣这边OK 那到了民众党党团 黄生安不同意怎么办 黄国昌不同意怎么办 柯文哲不同意怎么办 一定会打掉嘛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国民党 其实没有必要开这样子 一个单方面一厢情愿的条件 我觉得是没有帮助的 连民众党员都觉得 国民党不用让 再来我补充一件事 大家可能去了解一下立法院委员会招委的选举规则 因为他是不计名投票 要前两名当选嘛 那这一次大家也看到国民党的傅昆喜总招 也没有说如果你不支持国民党籍的委员 不投给民众党跑票的话 会有什么罚则 寄出党计 党计而已 可是也不知道跟谁 应该也不敢 对不敢 对啊 那又是秘密的投票不记名 所以我预测啦 就算会有一两个委员会 假设像交通委员会 林国成因为人和还不错啦 可能拿到一点的票数 可是在交通委员会 七席的国民党立委里面 他拿不到过半 那最后应该还是民进党 跟国民党会当选啊 当选前两名的招委 我觉得跟选举的制度 基本上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啊 所以以你的预测跟判断 今天这场招委的大战 应该是没有机会 这个由白拿下任何一席 我觉得没机会 我觉得应该都是民进党跟国民党 两个政党拿到 那也给民众党一个 我不敢说教训啊 就是了解上一课就是 你要成为关键小数 你至少要跟在野党稳定合作嘛 你不可能跟执政党合作 你跟执政党合作 那你就变小绿 你就变成像激进党一样 整个可能就泡沫化了 你要先跟最大在野党合作 形成监督政府的稳定力量 这个选民才会看到你的表现嘛 才会知道你是有能力推动法案的 只有当特定的情况 真的很特定哦 比如说为了民众党 公开透明的价值 财政纪律的价值 可以各按跟执政党合作 这样才能在民众党走这个 以合作 以监督为常态 以跟执政党合作为例外 这个路线上 这个才叫关键小数啊 而不是那样左右摇摆 两边不逢源 因为理论上是在野合作 是优先考量 当然啊 可是从上次包括院长选举 到后来的时候 虽然最后他的决定 走自己的路也是一种 这个让 让蓝营自己 能够得 赢得院长选举的一个 这个方法啦 但后来我们也才知道 原来到最后一刻都还在跟民党谈嘛 所以显然想要真的蓝白盒的 这样的意愿 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具体 你怎么看 你为什么认为说 接下来蓝白还有空间盒 因为在对蓝军支持者 很多人来讲说 哇 已经一次两次啊 这个诚信啊 让大家没有信心了 那个诚信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今天啊 柯文哲的支持者里面 绝大多数是所谓高知识分子 在知识分子这块 如果一方面 你诚信有问题 的确会对政党日后的发展 造成很大的打击 最主要是 民众党的说法也说 在网络世界里面 非常多所谓的义勇军 主动帮民众党辩护 帮柯文哲讲话 但是如果你今天民众党的中央 在政策上摇摆不定 一下要跟民进党合作 一下要跟国民党合作 一下子说 我们要支持 立法院长支持韩国瑜 一下又说 蔡英文路线是我当选以后 会走的国防外交路线 你这么多支持人 支持者请问基层 要怎么帮这个党辩护 就讲不下去嘛 讲不下去的情况下 以柯文哲的声量 是不是会继续萎缩下去 所以如果柯文哲 还是在弄一个 想用左右摇摆的方式 而不是坚定的先组成 在野联盟去制衡 民进党的话 这个后面真的很玩不下去 再这样下去的话 柯文哲的声量会越来越小 那柯文哲声量小下去 你知道 请求姐 柯文哲是一个 我们是有发现 很多人在讨论 是绿媒讨论 他是有声量焦虑的 对 柯文哲是一个极端 注重声量的人 我以前在市府 看过他开会 他有两位很有名的幕僚 现在一位在当议员 另外一位是去开公司 大家也知道 那两位有名的幕僚 那时候开会 报告主席 报告市长 那时候叫市长 市长 你这个 昨天的发言 这地方应该改善 这部分很多的负面批评 柯文哲直接问 昨天典月率多少 几个人按赞 典月率 直接问典月率 按赞 他完全不管声量的正负 所以你就知道 柯文哲他这个想法 到现在还是 坏声量还是好声量 有声量最重要 所以 以目前的一个情况 柯文哲在立法院当阳春主席 那黄国昌 黄珊珊 想进 摆面风头 我觉得这个情况 柯文哲个性 容忍不了很久 你讲到负面新闻 因为刚刚先让大家讨论的 朋友的反馈 或者是看到网络上新闻 都在讨论什么 讨论陈佩琪 又发文了 第三夫人 好委屈 这个其实 对于柯文哲来讲 是不是一个警讯 那其实像赵伟这一次最好的策略是什么 其实在野党本来最好的策略就是在野合作 因为要监督执政 不然你执政党就是在野党要来监督的啦 要不然要干嘛呢 那所以像这一次赵伟最好的策略 你认为应该要是跟国民党合作 而且其实可能不用在乎赵伟席次的 那但是有一个说法是阴谋论 就说因为傅昆琪为什么想让赵伟 就是说不定新北啊 有黄国昌啊 有机会要去选新北啊 那这样子就可以 如果傅昆琪未来想选新北等等的 这当然都只是揣测个阴谋论 那黄国昌可以谈啊 那黄国昌可以去选新竹县 或选其他的地方 可是何老师很有趣 他想另外一个想法 新北你认为应该磕屁去选 没有我觉得阴谋论 其实我们听了很多啦 也不是对傅昆琪委员总招不尽啦 有人说是阴谋论是因为 他想拉拢民众党 甚至以后要争取国民党主席等等 还有一种阴谋论是说 让整个所谓跟民众党合作赵伟 然后提前曝光 见光使炸锅 反而合作不成 所以我都听了很多啦 那大家去想一下 这个背后到底正确性与否 我也不评论 但是我只能说 国民党 整个国民党 包括傅昆琪 包括朱立伦 甚至包括以后的卢秀燕 还有我们韩国瑜院长 都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你2028 柯文哲如果继续 在政台 如果去继续出来选 我觉得就是重演 2024年今年的悲剧嘛 最后硬要选 然后两边都拿不到 结果还是民进党当选 所以要怎么解决的问题 我个人是有一个看法啦 柯文哲这样极端注重声量的人 以我的预测 跟很多人预测一样 他无法容忍 最近黄国昌 抢进版面 而且很让人开贼的是 黄国昌抢进版面 会再抢了两年多 抢到2026 大家开始讨论 直辖市长选举的时候 柯文哲的个性 他是无法忍到那个时候的 所以我坦白讲 连现在民众党内 都有人开始放风声 叫他选直辖市长嘛 那个中央委员江和树 就说柯文哲应该去选台中市长 他理论上的理由是说台中市长 他的柯文哲在台中得票 稍微比较多一点 但是也没多多少啦 但是其实真正理由 大家也都知道 当时是蔡碧如蓝白和 对 在台中呈现的效果 大家也看到吧 蓝白不和就是弱选 民众党唯一最高票的蔡碧如 就是蓝白和的结果嘛 那如果说柯文哲 不要跟国民党合作 那时候大家就没得玩 所以我觉得在柯文哲 2026没有声量 又很彷徨的时候 国民党应该直接 释出善意 或者直接摊牌 你要不要选 你要选的话 我给你2026选新北市长 这样你的战狼姐姐们 母姐会们也会有位置啊 不要在副总统府里面 当身公怨妇嘛 柯文哲不愿意 你选新北市长 那2028 不要再来破坏 在野党整合 国民党有没有这个 决心就是用2026的 比如说新北市长 因为毕竟国民党 现在新北市长 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人选 这个东西 我觉得国民党 也要严肃考虑 为了2028 2026的公开谈判交换 是不是有必要的 但如果我是国民党 我会担心 问题是我现在跟你讲了 签了字 不一定有用啊 不是吗 是啊 因为大家都还不太了解 柯文哲的人格 还有一个特质 我不是在批评他 而且他常常说 你什么时候听过柯文哲讲 信用 信用 你上往来 没有嘛 他的逻辑就是手术刀逻辑 他讲了很多次了 我这个手术刀好用 能来用 用不完 丢在旁边 不会说 这个手术刀 我这次对你很好 好一点 你下次要好好表现 不会嘛 那柯文哲用人逻辑就是 你要 他要看到的是利益极的 很明确的利益 我常用一个比较难听的话 就是比如说训练动物 假设有很多很优秀动物 比如说导盲犬 海关戏毒犬 你要给他知道 胡萝卜跟棒子 做对了 就有奖赏 做错了 就有棒子 惩罚 因为柯文哲是很直观的人 他不太跟人家 讲什么信用 因为他亚斯伯格阵 不懂这些道理嘛 所以你要用很直接利益 讲非常的大白话 签字不重要 因为 马英九前总统 他那时候看着建政签字 因为他学法嘛 柯文哲从来不觉得 这些签字 法律文件有关键有重要 可是他新北会赢吗 这是重点 因为台北北台湾 新北的票 得票情况都不是太好 所以才会说需要国民党的帮忙 那要侯友谊帮他 还有可能吗 这个好处是 我讲一个比较现实一点的 如果赢的话 柯文哲假设新北赢了 那以后又在新北市 他2028也不可能马上 再突然出来参选嘛 但是如果柯文哲 2026新北市长 让了还是输 那他在2028 我坦白讲 不会有影响力的 可能连5%都不到了 那这样反而顺势 就是让大家看清楚 不然民众党 还有很多人一直幻想 柯文哲是真老二 真的第二名 再也最强候选人 如果新北市长 一亿打下去 如果真的是 票开出来输掉了 那我觉得蓝军的 还有白军的支持者 都会知道 2028总统怎么投 因为这一次 包括很多我 包括我学界朋友 很多人说 投给柯文哲的原因 不好意思 他们说 以为会赢 以为可以下架民进党 所以才投给柯文哲的 换句话说 柯文哲26%的选票里面 大概我估计啦 大概只有13到12%左右 是铁颗粉 有一点绿色色彩的 但是那个剩下的13到14% 几乎都是为了下架民进党 很多是浅蓝的支持者 为了拉倒民进党去投他的 下一次 如果柯文哲再输 或者再来闹 这1314%的偏蓝的支持者 我觉得不会再投给他了 所以最近在连北高 什么双城双塔 这种路线 据说因为声量都有点拉不起来 很多的讨论都说 让柯文哲有点焦虑 所以柯文哲的下一步呢 未来民进党到底该怎么走 创党元老 虽然现在创党元老几乎都被 不见了 不知道 保身在哪里 毕如姐呢 我们不方便想 因为我会有工作嘛 我不用想太多 我就客观评论就好了 创党元老上不见了 但这也是苦口婆心 他怎么看民进党下一步 跟他的未来是什么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如果有人说你今天穿的很帅 我也是不太习惯 我以为你都会穿各种各样的T恤 你那时候也是一战成名嘛 什么王浩宇啊 王八千啊 的T恤 不过我觉得民进党选举真的厉害 而且他们用司法搞人民真的厉害 我这样一半还要再开 跟王浩宇的房东的那个官司 还有啊 上次有打赢也 没有啊 他打民事 民事就会一直拖 一直拖 一直拖 然后一直和解 和解破局 破局再继续拖 再重新和解 所以我说真的 前阵子柯文哲要告 那个吴征要告民事嘛 我觉得这个也是高人策略 对因为可以拖很久很久 而且最后结果这种民事 不会有一个一翻两瞪眼的答案 就是说你确实是毁谤 你确实有罪 通常就是其中一方 稍微付一点点钱支付 损害赔偿 或者是金额要多少 最后谈到结果就是 大家都勉强各推 我们准备回来咯 好累哦 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这种相反 千秋万事 不好意思 突然大舌头了一下 今天邀请的是何景荣老师 是民众党的创党元老 那同时也是政治观察者 那他常常在帮新住民发声 待会我们会来谈谈 陆沛在台湾的 这个取得国籍的这个议题 但我们把前个议题 把它做个结论 就比方说 从今天招委 结论会怎么样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让出像许巧新所透露的 交通委员会呢 何景荣老师是不看好了 觉得不太可能 可能一席都拿不到招委 那因为民众党也说 我不需要啊 我也没有要你们让我啊 那所以柯文哲 下一步该怎么做 有没有深谅焦虑 何老师说 那就选新北最好 民众党未来 你既然当时创党的时候 有一定的 从民进党加入了民众党 那有一定有所期许 那走到今天 你对他现在走的路 以及未来要往哪里走 怎么看 我觉得 其实有时候看的蛮难过的啦 就是党内的很多人才 包括塞比鲁比鲁姐 还有像宝珍 他们都在党职方面离开 但是他们也没有退党 就代表说 很多民众党的支持者 甚至重要的干部 他对这个党失望 而不是绝望 所以他们没有退党 代表说这个党 还是有一个改进的空间 但是我坦白讲 就在了选举后段的时候 很多东西 很多民众党的决策 尤其是在黄珊珊的主导下 让民众党里面的基层也好 干部也好 无法接受 包括那个不分区立委的 那个提名 是到了礼拜三 是到了那个登记截止日 前两天 那时候大家又忙着 谈那个军乐会 黄珊珊把它丢出来 给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也不可能拒绝 拒绝怎么办 难道不提名吗 就全部照包 全部收下来 很多民众党打拼很久的人 我甚至觉得 包括像杨宝珊 这么优秀的人 看到这结果就知道 我没忘了 我再怎么努力 这个党不会给我一个舞台 我觉得这是后续 很多民众党一些优秀的 曾经参选过的干部 后面会陆续出走的原因 我也跟他通了电话 他说他正在挣扎 是不是要做人生 其他的选择 其实他的能力是 我觉得就算民众党 没有提名他 我觉得甚至2024的立委 就应该提名他了 如果没有提名的话 我觉得他以后在媒体界 或者甚至在蓝营那边 我觉得都是有发展 都是有人才 都会有人要用他 但是这个就是 民众党的毛病 我讲过的 柯文哲那个逻辑不改 手术刀逻辑 每一个人都用一下 用完之后丢 用完之后就丢 这个对于这个政党的发展 是不长远 而且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能在选 2028年 你2028年柯文哲 真的选上总统了 请问总统府秘书长 行政院长 也是一项海选吗 何况那个海选之前都 2024的立委 你那时候算是海选吗 我不是 那时候选立委的时候 我2019的时候不是 2019加入民众党的时候不是 那年的海选是真的 真的有一个评分的顺序 可是今年2024 请问海选你评分的依据在哪里 什么样的分数 可以让陈昭之得到高分 第三名进去 什么原因陈昭之贪污吗 要帮陈水扁求 产生不老药吗 不可能嘛 所以民众党很多东西 并没有做到公开透明 才让党员失望 我觉得这一部分要修正 真的去回归民众党 创党的初衷 公开透明 制度化 柯B不是自己讲吗 要SOP啊 请问那个民众党的部分 去立委选举的SOP在哪里 没人看到嘛 如果这样的话 让大家看不到这个党公开透明的一页 那一面 很多像杨宝珍这样优秀的党员 从政同志会陆续出走 这个才是民众党最大的危机 因为当然 必须说柯文哲 还有白银 的确小草门发挥的影响力 当时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的得票也比大家想象预料的高 是 事实上是的 那他的支持者 他能够还继续能够抓住多少 是要成长呢 还是像你讲的 万一地减 第三小党 会不会泡沫化 这是他面临的最重要的 当大人 还是灭亡 这很重要的转型 所以这个转型 要走出自己的路 所以不想当小蓝 不想当小绿 那他当什么 对不是 但走自己的路 我觉得可能 柯文哲跟国昌老师 可能还有点误会 走自己的路 不是说 我要跟你要糖 我要跟你要糖 也要吵了半天说 你们两个糖都不好 我不吃了 大家看到这不就是 像在立法院选举的时候 出题先面试蓝 再面试绿 后来说我都不要了 玩久了 我觉得大家会疲乏 尤其是我讲的很重要 基层的民众党员 会看不懂 会不知道怎么样 帮这个党的政策 辩护讲话 那我说真的 现在的执政的民进党 不可能愿意跟你 民众党合作 一方面是私人 隔壁跟他们之间恩怨 那已经杀到见骨了 那另外一方面 他的执政权利 为什么要跟你分享 不会嘛 你也只有身为一个 第二大的 在野党 你就是要跟第一大 在野党合作 所有民主国家 都是这样 所以 克文哲也不要去想说 自己可以前五股人 后来着 把八级搞成八十级 那样的玩 其实不行 你要坚定的 站在监督政府的立场 你才有角色 要不然的话 接下来四年 大家只能看 可每年齐如拜上班 但是推不动法案 但是去哪里上班啊 立法院吗 党中央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 因为不能为了媒体操作到最后 自己该做的事 比如说我听过像什么黄伟翰 伟翰哥说的很好嘛 党主席就应该下乡 你要像当年2012的时候 蔡英文败选之后 全国总统统 甚至海外去新南向国家 去英美等国家 学习交流取经 随便耕耘各地的组织 而不是待在立法院啊 媒体的声量没有这么关键 你要选得上总统的人 甚至选得上直辖市长的人 不要去眷恋媒体的那个美光灯 一直待立法院 不用待立法院 出去外面走走啦 好好long stay一下 好 所以这个是关键 接下来 他是可以往上走 还是只是一直在在乎那个流量 而影响了判断 对啊 他如果继续只看流量的话 没有一个总统只靠流量 可以当总统的啦 而且不会流量一直都好的啦 对啊 这是事实 对啊 如果这样韩国瑜早就当选了啦 对对对 真实话对秦中姐讲得好 对啊 好 所以创导元老的心声如实 因为昨天228 有好几个话题 大家看得多一点心津津 我看到说 独派团体呼吁赖清德说 接下来呢 520马上要宣布 他的这个就职的嘛 就只演说会如何之外 我们两岸之间这一次 渔船翻覆的事件 还没有搞定 嗯 还在恶意螺旋呢 那结果独派团体居然说 嗯 希望呢 赖清德 直接要找对教育部长 推台湾主体议事 这个是228追思纪念会上 召集人无数名所表示 当面跟这个赖清德表达的 哇 吓坏我们 我们还不够吗 我也吓坏了 真的 我要跟那个浅秋节 还有各位朋友报告 在我们大专 到高教领域 赖清德从2017年当了行政院长 到去年政界 一直在推一个什么 2030双语国家 不断强调就是在大专 我们现在开始都是 不但双语 我们现在已经是全英文授课 这是我们面对少子话 不得已的要求 我们一定要让各国的学生来台湾留学 这才是壮大台湾的方式 所以一来壮大台湾 要让中华民国更强大 就是要更国际化 更广纳各地的人才 而不是反向去推所谓的本土化 我们的教育部长还不够吗 我好害怕 钱周杰你会不会想到以前有一个很类似的 杜振胜 让杜振胜这样的人很有台派 再来当教育部长 请问杜振胜要怎么样推高教国际化 怎么样帮我们去东南亚 还有其他国家招生 少子话那么严重 大学都快倒光了 那请问要怎么推 技职教育已经崩坏了 你在学校教到的大学生素质怎么样 对啊 对啊 那这种东西请问像杜振胜这样的台派 可以解决吗 我们招不到外籍生 台湾价值为给我们台湾好 就好啦 大家吃台湾价值就吃饱了 就不用了 找国际生 不用推双语化教育 怎么可能嘛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应该去回想一下 你自己讲了这么多年的 2030双语国家 你难道现在要因为台派 跟你的情绪勒索 然后往后退吗 走回头路吗 请问我们这些大专教师怎么办 开始学台语吗 不用英语授课 用台语 用台语授课吗 这没有办法 是对台湾国际化的路径 对台湾高校的那个困境 我们招不到台湾生啊 少使话 我们要招外籍生嘛 请问台湾主理性 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教育有帮助吗 没有嘛 反而是背道而驰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应该要拿出魄力啦 现在已经应该啦 应该蔡英文的网军没有再攻击他了 应该啦 所以赖清德面对独派的时候 拿出一点盖子好不好 就让你的那个2030双语国家 好好做下去 不要再趋就 趋距于这些台派的压力之下了啦 我真的是很害怕 胆战心惊 因为我的孩子就是白老鼠 叫改叫改 改到现在好不容易念大学 然后很多私校 我们学几节目 也常常访问到一些 兵临要被要求官校的校园 其实有些经营的非常努力非常好 但是因为路生 现在不能来了 然后国际学生能量又不足 那就算绩效再好 评鉴又等于校 说官也就官 技职教育 你培养出来 技职教育几乎崩坏之外 那企业找不到合用的学生啦 对对 而且我陈俊姐 我给你报告 我们到现在还会收到一些 你在淡江教书 淡江大学教书 我们也面临少子化 学生减少问题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我们政府还有推一些 补助经费 鼓励大学生去学台语 明南语跟课语等等 现在还有啊 还有啊 还是有这样经费 OK 我坦白讲 我不是说反对任何语言 任何语言都是好的 可是在高教领域 大学阶段 你比较需要的是台语 还是英语 各种外语 甚至西班牙文 法文 对啊 所以我每次都觉得说 在高教阶段 这些母语啊 台湾的所谓本土语言 应该留在 国小国中等阶段 这个经费不应该挪用到 高等教育里面啊 高等教育应该是 鼓励英语授课 学习法语 西班牙语 甚至越南语 印语 日语 等等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让 这些所谓的独派得逞 真的啊 又派了一个像杜振盛人 来当教育部长 OK那我不敢想象 到时候又是 把我们国际化 所有努力 前功尽弃 千万不要 拜托 真的灾难 台湾的教育体制 这几年 已经被搞得乱七八糟 对啊 看到国际上 每次出国一趟 看到国外的学生 在关心什么 他们的学习环境是如何 但回到我们台湾的时候 就很替台湾的孩子忧心 尤其你知道吗 浅秋姐 我们现在学校 很多学校都倒得差不多了 尤其是私利比较后段 那我们但相算是 私利比较前面 但是在蔡英文执政之前 我们原来是全国 陆生人数最多的学校 真的吗 最近这几年 因为2020之后 不准新的陆生来念学位了 我们陆生减少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也只能去东南亚国家 去印尼 去越南招生 这也是为什么 但江这么重用我的原因 因为我会当令员 那招生的成果如何 还不错 还不错 但是我说真的 有一些地方还是看得出来 民进党对于特定的 跟他比较友善的学者也好 跟他比较友善的一些 民间团体也好 他们在做各种招生 或者所谓新来向相关政策的时候 其实民进党是双标的 蛮明显的 比较会土力 会把机会让给 跟他们自己比较好的人 那我们没有这种 跟党国高层的管道 我们就必须自己拼了 自己拼 不然怎么解决少子化问题 没有 没有解决方式 又不是像王毕胜 那么会解决少子化 自己多生 我们面对台湾少子化 只能自己走出去 不要再走回头路了 生不如死 而且在这个新生儿里面 外籍 就是外国人的配偶 所生的小孩 占比越来越高 对 我那听到一个比例 好像到两成三成 其实我们这几年的新生儿 大概每四分之一 都有一个是新住民的孩子 新住民的妈妈出生 生出来的孩子 只是蛮可惜 就是中国大陆的新住民比例 在减少 因为他们经济发展起来了 那接下来像越南 也开始有点减少 因为我们国家 未来必然如实 但他们越来越 经济发展的时候 就不需要 到其他国家来啦 包括劳工也是 所以就是我们的 之前的我们蔡总统 一直英粉一直说 蔡英文外交最棒 国际最强 结果八年断交九个国家 那样子 我看不出到底强在哪里 也没有帮我们 台湾的高教 更往外扩展 然后我们新住民人口 来的比例也没有上升 我觉得民进党 真的不要只喊口号啦 好好去想 怎么样帮国际化 怎么样帮台湾的 多元民族 多元族群 做更好的事情 比如说像这次 讲完就不错啊 他讲了一个台湾意义嘛 鼓励多元价值 等等存在 那最近也有很多人 在讲到那个 中国大陆新住民 那个陆配 要不要去改 那个年限的问题 对 就是现在我们陆配 中国大陆来的新住民姐妹 他们要多两年 要等六年 才能拿到身份证 就是这一次国民党 会主张优先排入法案的 就是把入费 放宽入籍 就是公平而已 其实也没有特殊 什么优惠 就是跟所有的 其他外国的配偶一样 外籍的配偶一样 同等在四年取得 不过 当然也有一些医师 医界的人 跑出来抗议啊 他说冲击到健保的成本 等等 其实我有看到一位 姓杜的医师 我不想指他的名字 因为那个 蛮明确 就是一个很偏绿营的 一个特异 我觉得这样讲 如果你身为一个医生 你在看病人的时候 会先看 这个病人是大陆来的 那我觉得 他们比较没有资格用健保 这个人不是大陆来的 是台湾人 还是原住民 或贺家医 他比较能够先用 请问一下 身为一个医生 你可以用一个人的出生病 来决定 要不要医他吗 你可以用一个人 出生的地方来决定 你要不要治疗他吗 我觉得不行嘛 今天基本上 不管你是原来出生 中国大陆 你原来出生东南亚国家 或者在台湾本地出生 只要你拿到 中华英国身份证 你就是台湾人 既然是台湾人 如果台湾人 应该享有的权益 包括台湾人的父母 应该享有权益 我们全部都依法办理 不能说你中国大陆的新住民 就要特别去阻止 他们的家人 用健保相关资源 每一个在这边的大陆人 应该是说 中国大陆裔的新住民 也是中华民国国民 当然 他们也有缴税 那基本上 我跟大家报告 我妈妈是印尼人 我妈妈如果 从印尼回来台湾 生病的时候 能不能看健保 基本上 我觉得可以 因为我有缴税 我每个月也有帮我妈妈 讲健保费 这些东西 全部讲得明明白白 如果你是因为 投保在自己的儿子 女儿身上的时间 年迈长辈 那不要分什么 你是东南亚国籍的 或是你是中国大陆籍的 一视同仁就好 一视同仁就好 依照正常情况 你有付健保费 就应该能够享有健保资源 不然 如果你要分这么多的话 我请问最简单的 一个道理 我们这么多外籍生 来台湾念书 如果你说 这些人不行 他们不能拿健保 他们如果拿健保 他的父母也来了 看病 拖垮台湾志愿 怎么办 如果我们要把外籍生 不管陆生 东南亚学生 全部也排除适用 请问我们大学 要怎么找学生 我们学生 一定会被越南 对不起 一定会被韩国抢走 被新加坡抢走 被马来西亚抢走 甚至中国大陆也抢走 中国大陆最多 请留姐说这大陆的刀叫 他生的很快 台湾一些幼学时生 很多人也跑到大陆去念书 如果说你现在要把台湾人 关于在健保这一方面的 适用标准拉低 然后福利限缩 我觉得对我们这些大学教授来说 海外招生会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这样做 你到欧洲去看 比方说我刚刚去玩了一趟 法国回来 那边是多么多元种族的国家 黑的白的黄的 什么种族都有 可是你只要缴税 大家都同样的拥有公民权 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 放心说 无论我退休的生活 我的孩子 在社会福利国家 虽然平常的抽税重一点 可是很公平的 我管理什么国籍 这种公平 还把你分三五六九等 没有 就是你缴税 这是一个一致的标准 不分国籍 就是有同样的人权 同样的公民权 这是基本的 为什么一旦碰到中国大陆 每次民进党都双标 包括像这时 渔船翻覆事件都一样 人权不是一致的吗 还有分颜色 或分立场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六改四 这个从以前民进党 就一直在讨论 其实就是独派的压力 就不敢把 那个大陆 中国大陆来的新住民 跟其他东南亚新住民 用同一个标准 四年拿身份证 可是那时候就 也有独派的朋友 民进党没有讲 很有道理 如果你们真的觉得 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另外一个国家 那你就应该把它跟 印尼 越南 日本 等其他国家 等同看待 都是四年改六年 这样才对台湾独立 有帮助 我觉得这样讲 也算是一个想法 总比说你 特别给陆配延长 两年的期限 有一个说法是 因为国安考量 请问一下两年有差吗 那请问如果国安考量的话 赵天龄 你看他拿身份证多久 一辈子拿中华民国身份证 还不是跟中国大陆的小三乱搞 还不是可能 可能涉及 泄露我们国家机密 所以那两年我就没有意义了 真的没有意义 你最早开始是在 民营党的这个 新住民事务委员会 新住民事务委员会的耶 我想他算是一个 比较咨询性的角色 因为他们缺少 新住民二代 还有专家学者的身份 那不好意思 因为专家学者 又是新住民 这样的人比较少 所以他们那时候 是请我当一个 咨询性的一个角色 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转发先往千秋万事 我们刚刚讨论到 这个关于陆配在台湾 是不是应该拥有 平等的权利 要取得国籍 不管健保制度 或是一个公民 应该拥有的权利 那比方说 在联合报的 林和明资深记者 他就有个分析 他认为 以陆配平权 这个法案 如果可以通过的话 就可以向 对岸地 橄榄枝 那把意识形态 降低一点 公平一点的 给予一些权利 不过 这个也是正面的想法 但真的是谈何容易 最近两岸之间的 沟通完全中断之外 民进党那种 意识形态之间的 造成的仇恨螺旋 哪是一件这个法案 陆配平权 不是本来就应该的 哪有需要特别的 帮人家 某个国籍的人 到台湾来 就要不要藏 那某些国籍正常 哎呀 我比较喜欢 你就给你比较短 这本来就是不公平 本来就是该的事情 这算是地感染之吗 你看看 这个渔船翻覆的事情 谈判到现在 说道歉 可能会变成 用书面的方式啦 等等 我都还没办法解决 我在国外都很担心 会不会撒枪走火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两岸之间 对啊 因为你看 柯文哲在选前 不是自己都说吗 两岸已经到了兵凶 显为了一个地步 一定要好好坐下来谈 不要让民进党 再继续当选 因为会把那个 整个局势 推向冲突的那一篇 可是蛮可惜的 柯文的当选中 好像现在都忘记这个事了 其实这也看到另外一点 就是 当我们两个 最大在野党 没有办法合作的时候 那执政党 他少数执政 还是可以为所欲为 我不讲别的嘛 就讲这次 陆配六改式这件事情 民众党提了 国民党也提了 那其实是一样的立场 一样的方向 那连这种事情 两边的领导人 或者是党团干部 都没有想过 做下来联合提案 我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是两党 民众党跟国民党 一个很好合作的机会 就在陆配权益 实际上应该是讲说 所有新著名权益 平权的前提下 就像你们新著名文会 理论上是 不管陆期 不管哪个 印尼期什么期 应该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那以前民进党 其实他们的新著名文会 后来有找一个 陆籍的一个女士 大陆籍的女士 在台南 从事美妆产品 那民进党里面 也是骂生意片 就直接骂 中共同路人 你是什么 你不是自己人 你不是台湾 你不是台湾 然后等等等等 因为民进党 基本教育派里面 太多这种 很偏激的基本教育派 但是好事是 反观国民党 跟民众党里面 并没有这么 反大陆人 反陆配的一个 基本教育派 当然是不必要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 这件事情 其实都可以测验看看 国众两党 是不是有一个合作必要 而且这个法案 绝对是扶国立民 你们如果不做的话 你看绿营车 已经开始放风向了 搞连署了 说什么 陆配 六改四 会影响 会让台湾的健保 整个拖垮 拜托 如果说陆配 进来的话 他们身份证 拿年线 拿身份证连线 缩短的话 那请问一下 那我们东南亚新住民 我妈印尼 我们印尼出生的新住民 越南出生新住民 难道都会拖垮吗 不是嘛 问题都不在这边 所以不要用 那个什么健保 等等的理由 与这个事情 无关理由来 论述来抹黑 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一个 人权就是平等 这是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 保障我们的价值 中华民国宪法 有条规定 中华民国国民 不分 党派 出生地 血统等等 种族 一律平等 所以你今天凭什么 去限制 因为出生大陆 的中华民国国民 他的权益 必须被剥夺 必须被限制 我觉得这些都不合理 民众党跟国民党 应该趁这个机会 好好合作 这个操作倒是有点 效果要黑 怎么黑法 在年轻人社群里 我特别去问了一下 还真的会对于说 哎呦 这几天的发酵 这个彻翼网军医 去操作之后 你看看 那个大陆来的配偶 不知道多少人来 要抢我们的健保资源 因为现在健保 老保 大家都说快要崩溃了 快要破产了 那以后呢 接下来未来 马上就一个老 一个年轻人 要养1.8个老年人 现在已经这样了 对嘛 那所以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重 两倍三倍 不会更严重 我觉得那些侧异 就是没面书那样 我说真的啦 中国大陆来台湾 新住民人数一直减少 过去十多年来的主流 一直是越南 越南来的新住民 是比较多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 整个崛起 这样来台湾 新住民的比例 一直在降低 所以基本上不要去 我就侧异 不用再去说那种 吃人说梦 吃人说梦 幻想说 一堆中国大陆的女孩子 都想再来台湾 拿台湾的身份证 你是在哪一个平行时空里面 早就没有这种事情了啦 更何况我们现在健保问题 也不在这边 完全 问题不在说什么 太多人在用 根本不是新住民在用太多 是制度的问题 是制度问题 那是病因完全不一样嘛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韩国最近在争什么 其实就是医师的待遇 什么样让医师不要那么血汗 我们的医护人员工作等等 那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啦 对的确 韩国最近医师也在抗疫 那是另外一个层次啦 但总之 台湾在这么多的 这个健保体制 大家一届已经喊出 制度的改革之外 那没有看到任何改变的可能性 反而把焦点放在 陆配的孩子啊 陆配如果缩短时间 跟一般正常的外籍配偶的时间一样 就会冲击到健保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吃人说梦啦 我觉得不在 问题真的不在这边 反而这个地方啊 如果真的在吵这个议题 我觉得赖清德应该要 想起一件事情 他当年啊 为什么会被网军修理的那么惨 就是他纵容网军啊 在网络上直接放这些不正确的啊 让绿营的基本教育派 听起来觉得很爽的东西 但是我要请问赖清德 我们的即将担任总统的赖副总统 您不也是医师吗 请问你可以容忍这种啊 医护医疗 要看病人的出生地 病人的血统 病人的种族来决定 要不要医治他 要不要给他医疗资源吗 不可以吗 医师的救人 天职就是救人 哪怕在战场上 对敌军你都要施救 更何况现在是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国国民的新住民家庭啊 所以赖清德 即将我直接叫赖清德总统好了 赖清德总统 你要拿出 你自己当初身为医师的医德 不要让这样的谣言 什么新住民来回 拖垮台湾健保医疗这种谣言进去下去 因为这不是一个医生应该有的品德 我们最后几分钟时间来做一个结论 像昨天228 每年到228 就看到各种政治人物啊 要为过去道歉啊 然后228的家属呢 就会出来 就是有各种意识形态上 对于当时执政的国民党的各种 各种永远绵绵不绝的这种攻击 然后要把历史回到当年 有些是家属 有些不是哦 有些看起来那二十几岁 怎么可能受难者家属 就是已经过了这么多年 这个仇恨永远没有办法过去吗 而且当时在反正说 王文杨杜老师好了 所谓外省级的朋友 很多人都跟本省级互相帮助的情况也很多 那但是问题是 现在永远只看到仇恨面 以至于到228今天心智上路之后 还有政治档案解密啦 什么宪明证人全部曝光啊 还在想说民党内还有多少人是那个廖碑啊 所以对于你一个外籍配偶的孩子来看的时候 看到这种一天到晚还在炒228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如何呢 我觉得我反而是想到昨天我们的台北市长 讲完其实表现不错 不只是道歉 在他在档案的解密 他也支持把档案全部公开 这个绝对是正确的做法 这可以还原历史真相 可是你去看民进党 为什么一方面公开228档案一直去延迟 另外一方面公开所谓的白色恐怖里面的廖碑啊 是谁 这个民进党反而更有兴趣 比较像在内斗 对啊 钱柔姐内行 讲对了 民进党反而最近这段时间 包括之前大家也知道了嘛 那个黄国书立委等等 民进党对于政治党案的解密 反而不是看人权补偿 他看的是怎样找出党内的廖碑啊 拿来整肃 而我觉得基本上 这不是一个真的注重人权政府应该做的事啦 那另外我觉得讲完有一个地方让大家肯定 就是他的气度很好 昨天喊那个台湾意义 就是一个多元平等 各方面都可以加入的一个台湾的一个社会 我觉得他主要面对那些 我直接讲了 我觉得就是职业学生 因为那些不是受害者家属 职业学生那边高喊 蒋万安下跪 蒋万安道歉滚出去 好 假设就算你认为蒋万安的 曾祖父 哎呦天啊 曾祖父几代了 曾祖父做错事 曾经有错误的政策杀过人 那关他曾孙什么事 请问曾祖父做过错事 那曾孙要道歉 那请问一下 高雄市长陈其迈 他的爸爸贪污 请问陈其迈要不要道歉 不要嘛 如果有独派敢叫陈其迈道歉 我一定站出来捍卫陈其迈 说爸爸做的事 不能牵扯到儿子 对 所以我希望民进党不要双标 除非陈志忠他帮他爸洗钱 陈志忠还做了其他的事 比如说去找妮可 那个就是找妮可 就是跟爸爸也真的没有关系 你的文皮 那你爸爸做的坏事 不能把他推到无限上刚到子女身上 所以我们今天我也愿意为了 陈其迈清白 我们大家出来捍卫 不能因为他爸爸贪污 就怪到他的儿子陈其迈身上 同样道理 你们也不应该为了 曾祖父的错误政策 把他曾孙都怪到头上 我觉得这样没完没了 以后如果台湾要成立成为一个和平共融的社会 不能把那种子孙的恩怨一代一代要求下跪 前几年我们这个不管是德国 不管是日本也都呼吁说 的确德国日本是二战的时候的当初的元凶国 可是道歉 日本跟德国也强调道歉就止于上一代 战后出生这些年轻人不应该给他们这种无名的莫名其妙的压力 战后出生年轻人当年的二战的侵略行为 关他们什么事啊 同样的道理 二二八事件当时做坏事的人应该被惩罚 档案应该被公开 但是二二八之后出生这么多年的人 请问一下他们有必要背负这样的原罪吗 不应该 永远在消费二二八的感受是够了没 但年轻朋友们没有感受到吗 真的是够了没 所以他还要再加强力度 要求赖心得上任之后 用教育部长的身份 让二二八更多人都要认识跟记得 但记得都是仇恨 而没有把议题真的用族群融合的方式 用合作的方式往前看 这好可怕 很可怕 对啊 这选战利器 对啊 他完全不敢彻底公开 就是说以后便提款机可以继续使用吗 所以我觉得讲万安事 我真的听到他昨天讲那个说法 我觉得是蛮肯定的 因为那个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以后如果真的要做 就像他的台湾艺一样 每年不同族群的代表 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 还有我们新住民 大家聚集一起来谈 怎样避免这样的情况悲剧再发生 而不是一天到晚把人家跳 你有讲家协同 你有讲家协同 你们跳出来 道歉下跪滚出台湾 不能再用这种文革式的操作手法 再去撕裂台湾了 选举过了 不要再这样了 就是很low啊 但问题是 我无法期待520之后 这件事情能有什么改变 看到昨天赖兴德 很久没露面 露面谈到的都是228 然后要让大家更能够认识的时候 再看到独派免的态度 毕竟他是精孙 那所以520那一天 他的旧职演说 虽然有美国 小美琴等等帮他控管 我们还是 无比的战战兢兢 对啦 基本上来说 民进党最让人无法信任的就是外交 还有国际事务 那这个我觉得呢 国民党相对起来 因为国民党有非常多的前外交官 包括夏立言 前大使担任副主席嘛 我觉得反而国民党 必须要好好发挥在国会里面的角色 避免外交事务比较能力差的民进党 在执政的时候擦枪走火 这个我是我对国民党的期待啦 那最后讲到刚才那个 我觉得那些叫 讲完出来下跪的 我觉得那些可能都是 年轻的职业学生吧 很可能 他可能看到说 跟着民进党搞活动 可以一个月零九万 零九万对不起 零十一万 还升职升官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上行下校 上梁不正下梁歪 如果你民进党继续在纵容这种网军 而且还可以让他们像 放言的周小姐周玉寇这样子 可以领那么多政府的标案 那我们的年轻人里面 偏绿的想当官的 想作秀的 会继续这样乱下去 对啊 这代年轻人在我们教育制度 已经快要崩坏的情况之下 缺乏国际观 然后只是一天大晚 活在什么二二八仇恨里 对别人的攻击跟谩骂 人生攻击 那这样子的孩子在教育底下 也难怪现在大家家长这么的担心 你看到国外的这个学风跟台湾 那我们还要分各种三六九等 对待其他的国籍的学生或配偶妈 那当然我们有很深的期许 今天谢谢锦荣教授到我们节目上来 祝大家平安健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